- 要有目標有望 - 要有目標有望 - 要有目標有望 相信各位應該要一個跳到 - 還沒有緊張 - 還沒有多時間 - 正如SAM 你的IG的晉級感染 - 是 - 你想了多久打出來嗎? 那個... 其實我通常是播出之前 - 一邊看電視的時候一直打的 - 是啊 - 都不是... - 我是隨心的打的 沒有說花了很久 其實我是完全不知道會有這個誤會的 因為我寫那句的時候 我完全是想說自己 我知道有人覺得我的聲音不夠厚 然後我知道我的聲音不夠厚 好像說厚 我不想把我的缺點好像很醜化自己 或者更加令自己不開心 所以我就嘗試不如用一個比喻 就是說我的聲音好像薄的披薩 其實我說了一句 我的聲音不是口底的披薩 我純粹是做一個 就是好像令到大家知道 我講的那個披薩的口度 是等於聲音的口度 我就完全沒有refer任何人 其實我覺得 那麼多人裡面 聲底口的話應該是Janice 所以其實我完全不是說任何人 然後還要 然後我收到 我有朋友跟我說 咦?原來你的披薩那個人氣誤會 然後我就 蛤?有什麼誤會? 然後人們說你在說Maggie 然後我拌了一會 為什麼那個披薩會是Maggie呢? 不知道Maggie喜歡吃披薩? 你覺得Maggie像披薩? 不是 然後我拌了一會 原來她覺得我口的披薩是在說Maggie 然後我就oh my god 但我確實是Maggie不會覺得是這樣的 不是 我有問Maggie 但因為Maggie她現在 她前幾天手機就爛了 然後 然後 我們兩個都 她手機是爛了幾天 然後她就 沒有online到幾天 然後我就想 糟了是不是我自己說出來 但是 我沒有改到自己的 caption 然後我看自己的文字 我都覺得 沒什麼 我真的完全沒有說其他人 我只是說自己的聲音 I'm so sad I'm so sad I'm so sad 因為我質疑者的 中文的文筆原來是這麼差的 我可能下次用你的比喻 對 我們不要用披薩 我們 或者只是說 只是說一樣 就不說你一樣 I'm so sorry 我引起了這個誤會 但是 我真的完全 確實是沒有這個容易 你是應該太多 我想吃披薩吧 我純粹是真的想生動快 這件事 誰知道就闖了一個小的披薩 Janice 你幫我 我永遠都支持你 你放心 沒事的 I'm so sad about this 沒事的 不要不開心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可能 但是幸好Maggie知道我不是在說話 對 因為其實我也混了一會才想 為什麼會覺得我正在說話 一定知道 還有一個小誤會 有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大誤會 那你澄清了就沒有誤會 我知道這個誤會 Maggie是沒有這個誤會 看到嗎? 我澄清了就立刻燈都開了 對 立刻神光照耀 只想要有競爭 永遠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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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聽到 誤會